星期三發生的動物摘死人慘劇 鐵資懷疑從這裡跌下去 我們星期四再到現場 涉案單位是一個L型的露台 由這個位置可以見到有鐵資從露台伸出 我們再到涉案單位門口視察 天花有嚴重剝落 單位內亦兌滿雜物 翻查資料 屋育署早在2006年 向那個單位的業主發出了清查令 指那個單位在平台上加建了搭建物 事發在星期三下午2點多 在旺角長旺道長髮大廈 一支大約70厘米長的鐵資由高空墮下 摘死了一名63歲的女徒人 涉案工程公司的一名60歲男裝修工人被捕 到星期四上午仍然被警方扣留調查 並且無稀案上賣成功 小四 123 韓國 兜買 現在看到 bat火 恐怕我們給她看 雜物 雜物 相關 雜物 雜物 雜物